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这里还提供一个夹缝式的抽拉制五抽屉 平时我们可以放一些调料瓶 使用起来比较的顺手 这里还提供了外接的电源口以及USB的插口 可以方便我们比如说外接一些除用的小电器 使用起来更加的灵活 在动力方面这款房车是搭载了一台2.2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六速手动挡的变速箱 最大功率是103千瓦 最大扭矩是355牛米 也是满足咱们最新的国流排放标准 蓝牌Sever就可以驾驶 那么后期也可以选装6AMP的变速箱 那么就是需要加8000块钱 那么中共台相对老款来说更加的时尚和年轻 提供了多工东的方向板以及这种大尺寸的触控显示大屏 也方便咱们驾驶员后期操控 那么在汇格区是提供了一个双沙发 坐起来也是非常的舒适 那么这个餐桌它是可以移动的 也可以在外面使用 上方是提供了两个大号的储物吊柜 咱们平时放一些零食饮料拿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这个厨房操作台的面积呢是非常的大 我们这个喜欢烹饪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喜欢这样的配置的嘛 这里就是提供了电磁炉 以及这个带盖的铺锈钢洗菜池 这里呢还有一个控制的平台 我们外边也可以外接其他的储物小电器 这里呢是提供了一台12V的车载空调 这里呢还有这种漏空式 非常有设计感的这个置物价 看起来非常的美观 下方呢是提供了储物空间 我们也可以放一些我们的锅碗瓢盆拿起来也非常的顺手 这里呢是提供了一台71升的冰箱 放一些我们平时的这个吃的呀也是比较方便 那么这款房车呢它是提供了上下床的设计啊 非常适合老两口或者是小夫妻使用 那么它的长度呢是1米95 最宽处呢也是达到了1米可以睡一个成年人 上方呢是1米95×70 也是可以睡一个身材比较娇小的成年人 那么同时侧面壁板上呢还提供了这种储物的吊柜 我们可以放一些我们平时的日用东西 那么这个上方的床板呢是一个翻折式的设计 平时呢我们把这个卡扣打开就可以把这个床板放下来了 操作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我们这里呢是提供了两个大号的储物棍 上面下面都可以放一下我们平时的衣服或者是被褥 空间还是不错的 这个卫生间的配置呢就相对比较基本的 是提供了洗手台以及这种超拉式的淋浴花洒 上方呢是提供了一个梳妆镜 以及下方提供了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基本的洗漱需求还是可以满足的 我们在水电方面呢这款房车是搭载了一台3000瓦的逆边器 提供了400A的胶体电池 水路上呢是提供了100升的净水箱和40无升的灰水箱 两个人使用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现在这款房车的报价呢是299800 那么它是白色车的报价 如果说您想涂装成黑色的话呢 也是后期需要加7000块钱的 不知道您觉得这样的配置配这样的车是如何呢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房车资讯和房车视频 请关注我们房车情报下期再见